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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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集会说古迹的 说一个给我们二爷听听 哥 别睡着了 哥别睡 仔细肚子里面筋作怪 给二爷泡糊好咽茶来 我们爷不吃你的茶 别在你屋里坐着 都心有糕药气味 这小狗头 这小子 我这屋里从来不把糕药往里头搁 直到搁要来 头三五天我就用香熏了又熏的 王师傅 老师听说你的糕药好 到底治什么病 哥要问我这糕药 说来话长 其中细理一言难尽 共药一百二十位 君臣相继 兵客得宜 温图兼用 贵贱书方 那则调原补气 开胃口 养盈胃 凝神安置 去寒去暑 消食化痰 外则 合血脉 输筋落 出死记 生心肉 去风散毒 其笑如神 贴过的便知 一副膏药就是这些病 我不信 要不怎么叫王一贴 王师傅 有一种病 百病千载无不利效 要不然 哥 只管揪着我这胡子 打我这老脸 拆我这小妙 只是要说出病原来 你猜 难猜 怕是我这膏药也不灵了 你们都出去吧 屋里人多气味大 是 是不是哥儿如今有了房中之事 想要点资助的药 该死 他说什么 别信胡说 哥 还是明说了吧 我问你 可有治女人极度的膏药 这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那还吹什么 百病千灾 无不利效 别着急 治肚病的膏药虽然没有 可知有一种汤药 只是 什么 药性慢一些 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什么汤药 这么个吃法 此方叫做辽肚药 辽肚药 辽肚药 用极好的秋梨一个 冰糖二浅 沉皮一浅 水三碗 离鼠为肚 每天清早吃一副 就这么吃来吃去就好了 真能见效 一剂不孝 吃十剂 今儿不孝 明儿再吃 今年不孝 吃到明年 横竖这三味药 是润肺开胃 不伤人的 甜滋滋的 又吃咳嗽又好吃 吃过了一百岁 人横竖是要死的 死了他还肚神吗 那时不就见效了 好个牛嘴的 牛头 不过是闲着解无盹罢了 有什么关系 说笑了你们就值钱 实话告诉你们说 连高药都是假的 我要是有真药 我还吃了当神仙 要是有真的 我还在这儿混 哈哈哈